我覺得社會認為單單禁止喝酒和賣酒 並非一個對症下虐的方法 大家都更加明白我們面前要處理的是人群的聚集、聚會和聚餐 換句話說,當香港已經出現了公共危急的情況下 我們需要以更加嚴厲的手段包括立法禁止 從而減低甚至阻止人多聚集的活動 有見及此行政會議在今日下午召開了一個特別會議 通過了兩條在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即是香港法律第599章之下的新增規例 第一條規例是禁止這些群組聚集 簡單來說,多過四個人聚集一齊是被禁止 是違法的 但大家也可以想像 日常的生活和城市的運作是很多聚會或者聚集 是會超過四個人的 所以規例是提供了一系列的豁免的群組聚集 大概有12項 即是說多過四個人仍然可以聚集的活動 是包括在工作間的聚集 包括履行政府的功能的聚集 亦都包括在法庭、立法會和區議會的程序 即是說這些法庭機構的工作和會議可以繼續進行 亦都包括喪禮、婚禮等 這個規例的生效日期是今個星期日 3月29日零時生效 有效的日期正如剛才說了 是14日 我會發出了一系列的感情 我會發揮成一系列的感情 亦都會發揮成一系列的感情